收尔 哈囉 大家好 現在我們已經抵達了 收尔的仁川機場 我們今天要飛往巴黎 搭乘的是大瀚航空 現在外面真的是超級冷 大概只有-10度 我真的是這一輩子 不會在冬天來收尔這樣子 實在太誇張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就是韩航 搭航空的check-in counter check-in 那先一起来看看吧 好 那搭航空在就是人穿机场里面A侧这个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premier check-in 就搭乘商务舱或者头等舱都可以从这个就是premier check-in里面 check-in 那这边的话看起来人也少很多 但是后面这边真的是大排床的超级多人 那现在这边的话就等于说都没有半点人 好 那我们已经check-in完了 那我们刚刚已经拿到了登机证 就是Large的Limitation 然后我觉得大海航空那么很神奇 他们的商务商不叫做Business 叫做Prestage Class 就是过安检然后去他的贵宾室看看 上次是搭乘韩亚航空在第一航下 那这一次是搭乘大汉航空在第二航下的骨头 哇 超级的 你看看 我在穿成这样子 超多的 如果我记得上次在韩亚的韩式早期很好吃 那看看就是大汉航空的跟韩亚航空的贵宾室哪里比较好 亚装航空贵宾室的竞争真的是非常激烈 不止比餐食甚至还有比装潢还有服务 大汉航空提供的美食选择也真的是很多样 从冷盘到热食一硬具犬 餐台上的热食种类就有多达八道 甚至还会定时做交替更换 也算是真的非常有诚意有吃的很满足 但美中不足的部分就是他竟然没有我辛辛烈烈的韩式炸鸡 不过却多出了一道我自己也觉得也非常非常好吃的韩式震蛋 都来到了韩国当然也少不了满满的辛拉面啦 我一口气就吃掉一碗真的是有够辣 饮料的部分就中规中矩哦主要是旁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深啤酒可以供大家享用 那当然也少不了最令欧美人是榴莲旺盘的调酒吧台啦 哦对了这个韩式早餐区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有提供紫米饭或是粥可以搭配着琳琅满目的小菜一起享用 我光这个韩式早餐做就吃了两大盘哦真的是超级满足 吃饱喝酒贵宾是有提供的淋浴间 毕竟稍后搭乘的是14个小时的超级大航程 所以我也选择先来refresh一下 好刚刚已经在大海航空贵宾吃饱了 那现在我去登机 看一下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登机口 那后面这台寿舵家就是我们稍后要达成的 霍音747800埃克机 这一种飞机真的现在是非常稀有 目前的话全世界大概只有三间航空公司 在营运这一种飞机 就是大航航空 然后汉沙航空跟中国国际航空 这三间航空公司 所以这真的是打一次少一次 我现在真的是超级兴奋 那稍后就要请我们的女王大大 就是烦恼她把我安全的载到巴黎去啰 今天搭乘的是大海航空KE901 有首人穿前往巴黎带高乐的航班 这次搭乘的747客机有分上下两层 低层的座椅配置是222 那上层则是222 747机型虽然经典 不过也就麻烦了一点 二楼座位区域没有像380一样有独立的空桥 而是要自己爬楼梯哦 二楼整个的空间感也比较狭窄 不过这次还是非常非常荣幸 可以爬到女王的头上哦 这边空姐为我指引了座位 我真的觉得大海航空的这一套制服 非常非常好看 而且非常温柔哦 747客机的楼梯设计也比A380来的小很多 所以有带手提心力啊或是行动不便的人 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选择楼下的座位哦 而且二楼的天花板比较低 整体的空间感会比较压迫 从这边可以看到哦 我身高不到170 可是这个置物柜已经可以砸到我的头 连入座时都还得弯下腰 所以身高高于180公分的乘客 真的是要好好考虑一下哦 这边来带大家环细一下座位的空间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大的 而且我自己还是偏好选择二楼的座位 原因就在于旁边这一整排的收纳空间 非常非常的多 就不用把东西全部放到上面去 不免数得在就座后 空间也送上了饮冰饮料还有小饼 我就拿了一杯橙汁还有香槟 为这一趟旅行做了一个好的开头 虽然这种二二的座位 旁边可能会有不认识的邻居筒座 但座椅间还是有个升降的挡板 所以这个隐私性还是蛮足够的哦 刚刚有提到整个座位去侧边的植物箱 都是可以打开的 也算是747二楼的一大卖笔 登机前也有提到 这次搭乘的是非常稀有的空中女文 7478i科技 充电插座是在座椅的前方离得非常远 我的脚几乎过不到前面的踏电 所以这长度真的是逆天 侧面的夹缝中有一个配好的抗扫耳机 算我自己是没在用 还有一双拖鞋方便在机舱行走 菜单的部分则是有印上了Prestige的字样 这一趟飞行有提供了两套的正餐 还有随时随电的小时 心想这样子应该不会白饿到了吧 请居的部分有提供了一间非常保暖的毛毯 还有一个又大又有弹性的羽绒者 趁着起飞的空档 空姐这边来帮我做点餐 那我这次选择的事实上是在寒雅航空惨念 没有吃到的韩式饭饭 接着来开箱一下过夜包的部分啰 里面同样有提供了一些护肤品还有香氛 还有日间航班不可或缺的眼罩和梳子 甚至还给了一个非常迷你可爱的小鞋吧 最后还有牙刷牙膏的部分 其实就是非常基本的简简单单的一套过夜包 也没有跟什么大品牌做联名 这次观赏到了大汗最新一季的安全示范影片 都是以AI作为主题非常非常的前卫 手边主控区可以控制挡板的升降 还有调节座椅的各种角度 下方则是PSP型的荧幕控制器 那这应该也不用再多做介绍了 参座是藏于前方的侧边 不过这边还有一个比较特别 是它前面还有一小块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好啦女王已经后退就定位 那我们也准备要启程啰 飞瓶后我本以为还要等待一大段时间才会上餐 所以我早早先s好了请居想说先来睡一下 结果殊不知当然上餐的速度之快 这个餐桌的桌面可以做转动 方便在用餐的时候还可以进出 空姐先为我们送上的前菜 现在也为我们介绍了这次的酒品 我选择了波多尔的白酒 现在是辣酱虾仁配上了一片 我觉得非常多余的吐司 不过虾仁的口感还算鲜嫩Q弹 还蛮新鲜的 等待第二道冷盘的同时 我也看了一下他们的免税行路 哇卖的东西真的是好多 第二道的开胃冷盘是 风干的蕃茄配上莫斯瑞拉起司 吃到这边我确实还不觉得大韩航空的餐食有什么惊艳之处可言 现在的部分都还是以西餐为主 莫斯瑞拉起司的整体口感还有味道确实不错 但我觉得另外风干蕃茄的部分汁可以再多瘦一点 接着到了我最最最期待的部分 终于吃到了我上次的惨例 必平把韩式拌饭 而且很神奇的是 大韩航空也有附贞一碗汤在旁边 我真的非常怕他在乱流的时候洒出来 因为非常非常的烫 这边也贴心提醒大家 韩国的韩式拌饭都是使用牛肉 像我这种不吃牛肉的人 真的是在这边跳个老半天 而且大韩的瓷器都是使用微煮的 很有质感 那当然韩式拌饭的精髓就是这个辣酱 所以我一次全下 后来这边有截掉一点点 因为自己真的是拌得太丑太狼狈了 所以空哨神手一挥马上把我拌好 而且我最后还把整个泡菜拌进去 整体的口感更加分 我觉得超级好吃 旁边这碗辣酱汤真的也是辣到喷火 真的有愧于自己家里面 就是在开韩式餐厅的 像是这种小菜都还可以续嫁 所以我又续嫁了一碗韩国泡菜 真的是太好吃了 蒸餐之后送上了cheese 还有餐后的水果 我觉得韩航的菜单设计真的很妙 是这种韩式加上西式合璧 真的是味蕾的大冲击 不过这一套下来我还蛮喜欢的 餐后甜点提供的是一生不变的黑根达 好像大多数的航空公司都是提供黑根达 这反而让我想起了华航的五同号冰淇淋 下一张想一想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而且很有心意 是不是该倦鸟龟炒一下呢 大汗的桌子非常重 在收拾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但说真的它就只是顿尾好看而已 在遇到乱流的时候还是晃得非常大力 吃饱喝猪也准备带着小毛来休息一下 日本韩国飞欧洲的航班 通常都是这种中午起飞傍晚抵达 时间非常非常差 而且日间航班的睡眠品质很不好 而且还要浪费整整一天的时间 多一天的住宿 建议大家从台湾止飞还是最棒的 接着我真的是睡不着觉啦 所以就点了一碗泡面来吃 大汉航空的泡面真的是很赞 有别人其他航空公司 都是给你那种素食型的杯装泡面 大汉则是整碗帮你煮好 还加的超多料 像是火腿啊香肠等等的好丰盛 怕辣的乘客也不用担心 他们也有提供不这么辣的拉面 但是旁边配的那两碟小酱菜 我真的是吃不太懂 穿完的美景虽然很美 但看着看着我又饿了 于是我就开启了我的ROUND 2 这次则是尝试他们真正辣味版的拉面 哇真的觉得胃要够有力 但辣味版的很常被点光 所以要赶快抢 吃完还是睡不着觉 就来办点工 这台747客机上面是没有WiFi的 所以只能简简单单做一些理线 或是文书上面的作业 是的确有一点可惜 它侧边提供了这么大的空间 另外也要吐槽一下它充电插座的位置 很容易被脚这样不小心提掉 所以很有可能你睡相不好的人睡了几个小时起来之后 就是冲了一个寂寞 最后还是勉勉长墙有睡了个6个小时 当然枕头跟棉被睡起来真的是很舒适 而且因为座位的已聚够长脚可以完全伸直也比较不会肿 所以还算是有好好的休息一道 前方的两个厕所就紧邻着驾驶桌场 厕所里面的空间并没有比较大 但是背平有多了许多 像是漱口水、酒精棉片、牙刷、刮虎刀 应有尽有哦 接着我觉得是整架飞机最有趣的地方 在桃生口这边有一个满满的大平台 很多人会在航程当中跑来这边拉筋啊做运动 然后其实都被我看得一清二楚 接着空少为我端上了第二套餐点的前菜 这是一道非常生的生菜 所以其实我自己不太敢吃 然后第二道主食我选择的还是韩国式料理 辣章鱼拌饭 同样的这道主食也是搭配着一碗热汤 而且这碗热汤可厉害的是人参汤耶 你看这整碗红通通的章鱼 不过他旁边那两碗酱菜我真的又是吃不太懂 这边可以看到我错就错在一碗泉下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它可以这么的辣 一开始那个辣感还没有起来 所以觉得这个好好吃 不过确实真的是好吃的 它章鱼的肉质非常的Q弹 甚至在汤里面都还看得到这样子一小怪一小怪的人生 哇后来真的是越吃越辣 我也不得不开始狂灌水了 结果到了最后啊 不是我吃不下 而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吃下去了 这位空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 - 太辣了嗎? - 一點點辣,但不太辣了 - 你應該放在這裡 - 真的嗎? - 對 - 還有這個嗎? - 對,我可以吃 - 更好,謝謝你 - 謝謝 - 謝謝 真的是很少遇到張哲空服人員 - 看我不會拌飯或是太辣的時候 - 都會親自下來幫我做 - 你有很多Instagram嗎? - 真是讓我覺得非常的暖心 - 而且也給予了大海航空的服務 - 一個非常高的評價 - 真的再次謝謝他的細心 - 觀察每一位乘客的需求 - 我也完全是被大海航空給全粉 - 最後外面的天色也漸漸變暗 - 終於到了降落的時刻 - 數起一杯,收拾好座位空間 - 我們即將抵達巴黎囉 - 空姐們這時也會依照座位順序 - 一一送來在登機時幫你掛好的外套 - 從飛行羅盤上面可以看到 - 我們真的是繞了非常多路 - 尤其在這一點的部分 - 真的是非常刻意地去避開了俄羅斯的領空 - 經過好幾段的波折才抵達巴黎 - 真的希望戰爭趕快結束 - 下機時真的是有一點狼狽 - 這就是坐在二樓的壞處 - 因為他們有一個獨立的空橋讓你下機 - 我們當然航空747商務艙的飛行體驗 - 也就告一關羅拉 - 我們下一集再見 - 看不見 - 消onic爺 - 我們 Wieder的一家